而台灣在國際賽這幾年 備受期待的只有一個項目 那就是體操 儘管男子體操團體賽 中華隊是以第六名作收 但是安馬王子李志凱 他的表現非常的威猛 是一口氣闖進到了 有安馬 單槓 還有全能的三項決賽 當年翻滾吧 男孩紀錄片中的男主角 現在27歲的李志凱 現在可以說是國際賽的常勝軍 在安馬的項目 我們可以看到 不只是在東京奧運 他拿下了銀牌 那在世界盃呢 他也拿過了四面的金牌 接下來在2018年 雅加達亞運是金牌 緊接著再之前一些 在2017年2019年的台北世大運 以及拿破裏世大運 也都是金牌 所以這一屆在成都 他是要來挑戰三連霸 而說到他今年最大的對手 絕對就是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這一位 最大的勁敵 日本體操新天王喬本大輝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他一個人就拿了全能 還有單槓項目的雙料金牌 而這回在成都市大運 安馬資格賽 喬本大輝 他也是以總排名第一來晉級的 這對資格賽策略 相對保守的李志凱來說 到決賽啊 他一定也是會拿出最好的贏面 來挑戰這個安馬的三連霸 那至於在體操個人項目的方面 中華隊還有哪些精彩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